我們今天上課的重點是 捲基層經網路 還有另外一個轉移特徵學習 那現在我講這兩個專有名詞 聽得懂的人應該很少 那我直接先劇透一下今天的核心目標 今天的核心目標就是 以後如果你有很多影像 有一些影像是貓貓啊 有一些影像是狗狗啊 或者是有一些影像是有病人 有一些影像是沒有病人 簡單來講 透過圖像你要做分類模型 這節課上完之後你應該是做得到 準確度怎麼樣再說啦 好不好 還有就是你的算力足不足夠支撐這個之後再說 但是你應該可以了解這個基本原理 好 在最開始的時候啊 我們應該先仔細的看一下這張圖 這個數字是幾 你們看得出來嗎 這是7 不錯 這個數字 應該是7啦 我不知道 但是這邊大部分的數字 你們應該一眼看下去嘛 你們就認出來了 對不對 好 但是我現在想一下 就是 這個 我們現在要做的 人工智慧 它畢竟就是一個映射函數嘛 映射函數就是給它一個X 它出來會是一個Y 我現在就做一個非常簡單的實驗啦 就是 如果我怎麼樣可以建立一個人工智慧模型 你把這個圖片輸入以後 它出來就是0到9其中一個數字 這是一個十分類問題 十分類問題的Output長成什麼樣子 我想 大家應該心裡有點速 就是Softmax嘛 對不對 出來就是Softmax 可是進去長什麼樣子 裡面怎麼運算 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 我們現在要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現在 先把檔案讀進來 首先你要先下載啊 按這裡下載 請在這裡下載 這邊另存連結為 這樣就可以下載了 可以嗎 請下載 下載完之後啊 來 把你的檔案放過來 應該可以在這邊看到 我們來看一下 我是放在哪裡啊 DATA嗎 這裡 我放在這裡 好 你自己 你自己 Upload到那個RStudio裡面啊 然後這個 到時候 你要把檔案放到一個資料夾 然後你要讀檔 好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讀檔啊 好這個是 監視第六課嘛 好 我們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檔案的結構 來大家看一下這個檔案 我DIMENSION 這個檔案是 4200乘以785 我們來看第一個column好了 欸第一個raw 說錯了 來這邊有個V1 然後到V 785對不對 好我直接跟大家劇透一下 這個V1啊 如果我們直接看V1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101400對不對 這個V1啊 代表是 它是 就是 它是哪一個 呃 數字 1就代表是數字1 0就代表是數字0 4就代表是數字4 一十類推 這樣可以嗎 剩下的這些VALUE 我們看一下TABLE好了 它全部都是0啊 287好了 好看到了嗎 它看起來RANGE是0到255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實際上我們要怎麼顯示啊 第一個column 我們已經知道它是LABEL了 那第二個以後的column呢 實際上就是圖的像素值 像素值都是介於0到255 如果是彩色的圖片的話 是三個0到255 哪三個0 哪三個 這三個0到255分別代表 紅色的程度 綠色的程度 藍色的程度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個圖把它秀出來 注意啊 大家仔細看 這樣一串 這你一定看不出來是什麼嘛 對不對 來我們把它 MATRIX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你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欸看得出來有一點8的感覺 對不對 看出來有8的感覺嗎 拉大一點 有嗎 有看出8嗎 只是反著擺的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 我們來給它直的擺 有8的感覺嗎 有看到8的感覺嗎 好我們把圖打出來 這樣畢竟 不夠直覺拉 我們把圖秀出來 欸沒有Image秀 我要Library OpenImage AI 好我們把它秀出來 好看到了嗎 這是8 這樣可以嗎 這是8 這邊怎麼有一些沒有秀到的啊 我們再看一次 清空 再做一次 好這是這個8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8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圖像怎麼在電腦裡面呈現 這個它的Data Format 這樣大家應該心裡有底 它存的是像素值喔 這樣可以齁 好那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 那我們要怎麼樣建立那個模型 去連接像素值進去 然後到最終的結果 好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 就是我們先 就是我先跟大家講一些 基本的知識 大家應該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剛剛 我們 我們之前的這個 神經網路 我們學習的是大腦結構對不對 大家應該同意吧 我們很久以前就說 我們是模擬神經元啊 然後把它全部疊起來 最後效果就不錯嘛 對不對 好可是你現在看到這個圖 你反正知道這是數字9 這是數字6 除了大腦以外 應該還有眼睛在裡面嘛 對不對 好問你一下 你覺得相鄰的兩個像素 是不是一個重要的 就是 相鄰的兩個像素 它是不同的Value 但是這個 在你的眼睛 視覺起來 它是不是 需要被一起看待 那如果 這個 它在哪裡 這件事情其實是重要的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你們應該可以同意 這樣你們看 如果我不把它換成矩陣的話 你們直接這樣看 來你們看的數字是8嗎 你們這樣看的出來嗎 我把它排成直的 你們看不出來對不對 你們看不出來 你們應該都看不出來吧 對不對 不然我們換一個數字看看 你們覺得這是數字幾 沒有辦法對不對 要看開獎的結果嗎 還是8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數字幾 好我們25 258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數字幾 你覺得跟剛剛8有點像對不對 不然我們來看一下 258嘛對不對 7 你們根本看不出來嘛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它的結構 變成一張矩陣的結構 這是重要的事情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這邊在寫這個 我們這邊在寫這個 呃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 你們一樣要在server上面做 你們要把data分成training跟test 這樣可以齁 好 然後接著 你可以寫這個 Data疊代器 好這個 Data疊代器 我們run過一次 欸不行 為什麼 因為這邊 擋名 好這個是Data疊代器 我們來把它疊代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先reset 再next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抓value 然後我們把它print出來 好來 這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012345678 數字8的意思 這樣可以齁 好來接下來 顯示第一張圖 好那我們來顯示第五張圖好了 這是數字5對不對 我們來看他的label 012345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這樣有一對一關係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建模型了 好在建模型之前啊 我就要介紹我們怎麼樣把眼睛 寫進這個model裡面 好這個 你們有看過這篇研究 你們有看過這篇研究嗎 沒有 你們有講到眼睛了嗎 一年級的為主好了 一年級的講到眼睛了嗎 沒有上課 上課有沒有上到眼睛啊 沒有 那我們就 從頭開始講好了 好這篇研究到底做了什麼 這篇研究做了這個樣子 發現一件事情啊 就這個眼睛 他是怎麼去 識別 他 就是他發現眼睛的初級的四神經細胞啊 他其實感受到的其實是一些簡單的圖案 他其實沒有辦法感受太複雜的圖案 他感受到的其實也就 也就是 就是舉例來說你如果給他 這樣的一個 舉例來說這樣的一個斜線好了 你就會發現有一些神經細胞被 激活了 有一些沒有 那如果給他不同的簡單的圖案 他的四神經細胞編碼出來的 這個 被激活的這個 這個比例就不一樣 這樣 可以了解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想每一個四神經細胞 他其實掌管的可能都是 某一個 出現在他視野裡面的 一個簡單的形狀 如果是一個叉叉的話 他可能就會同時 因為有左斜有右斜 那可能就會同時激活兩個四神經細胞 告訴你說這邊有個叉叉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這樣研究 你要把它變成 電腦 能夠 或者說數學 數學能夠表達形式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表達 他長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很仔細的來看喔 因為這個可以幫助你理解 你把1想像很白色 0想像是黑色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知道的圖片 0就是 黑色 255就是白色 對不對 這邊有一些 糊糊的地方 數字可能是70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 圖像本質上是一個矩陣 數值矩陣 這件事情大家先同意 好 接著你仔細看喔 我們這邊有一個 你看這邊紅字的部分 這邊紅字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個 乘1 乘0 乘1 乘0 乘1 所以這邊 是不是叉叉的部分 會被成 然後剩下的部分 不會被成 對吧 所以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 他 每一個都成完了之後 然後加起來 這是不是就是 內積 像那樣內積嗎 可以接受嗎 內積出來的數字 如果越大 這樣子內積 他是不是就是 4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一格內積勒 3 可以接受嗎 這個數字越大 代表什麼意思啊 那一個小框框 裡面 越像那個 越像這個 紅字的向量 這數字的上限就是5 可以接受嗎 這數字的上限就是5 對不對 如果有個5 代表什麼意思 這邊有個XX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0呢 代表那個XX全部都是0 代表一個黑色的XX 5代表白色的XX 0代表黑色的XX 這樣可以吧 那其他這四格他是不管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你 那這個時候你一定會說 那如果我全部 都是白的 這樣也是5 對不對 我看不出來 那是個XX 那你可以0的部分 變成乘與負一啊 這樣是不是 你就強迫他 這裡就一定要是0 然後這裡都是1 這樣數字就是最大化 所以這個 這個 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地方 我們會叫他卷積合 我們把 我們先 定義幾個東西啊 這個掃描 這樣子一路掃過去的東西 叫卷積器 COMFILTER 你把它想成 這是一個四神經細胞好了 他在對圖片進行全局的掃描 看看哪裡有我負責的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然後接著 這個 這個 東西 就叫 這個東西叫一個KERNEL 就一個核心這樣子 他們英文叫KERNEL 過來 掃過來這個內積丸這個圖 叫FUTURE MAP 或 COMVOLUTE FUTURE MAP 捲機之後的特徵圖 好 所以 來 我們來 特徵圖的意義 你看這張圖喔 這張圖他在找 左上到 右下的斜線對不對 並且其他部分有乘與負一 所以你看看 他 對全局進行 捲機完之後的特徵圖 這幾個E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 滿足我 你看這邊有一條線對不對 這邊有一條線 這一格裡面這也是一條線嘛 對不對 這一格裡面這也是一條線 所以這邊有四個 滿分的地方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好 這就是捲機圖的意義 好 記住捲機器長這個樣子喔 接下來下一步 好 如果我們有很多個捲機器 因為我們有 我們的四神經細胞有非常多個對不對 如果我們有很多個捲機器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不同的捲機器 負責不同的形狀 舉例來說 這一張圖是左上到右下的 所以你看這邊被highlight 這邊有個叉叉的 所以只有中間這一點被highlight 那這邊有一個 右上到左下的斜線 所以這個被highlight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 這樣子 這三張特徵圖如果疊在一起的話 是不是可以同時告訴我 哪裡有這個 哪裡有XX 哪裡有這個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說 如果我想 呃就是 我們先記住這一點 我們先來介紹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 layer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 左上到右下的XX 你如果每隔一個像素 每隔一個像素 就來 就是 呃你就盡情掃描 你是不是很容易會出現重複的東西 舉例來說 你可以想想 我們現在要以一個像素為單位喔 你這邊有一隻貓 你往右移一個單位 是不是他還是一隻貓 再往右移好幾個單位 他可能都還是一隻貓 對不對 因為一個像素實在太小 所以你每做完一次卷機以後啊 有時候我們會進行磁化 這Pooling Pooling啊 就是說 我把相鄰的幾個像素的特徵圖 而取最大值就好了 因為我只要知道最像的是多少就可以了 最像是多少 決定了這邊 有最像最像有 多是相似度有多高 那那相似度最高的東西 在哪一個 哪一個大格這樣可以 所以一個四乘四的特徵圖 我們可以透過磁化成 把比較最大的數字把他留下來 或是給平均 平均跟最大意思不一樣 平均的意思是說 這邊這四個格子有多像 平均起來有多像 最大就是我要看最像 他的數學意義不太一樣 應用到實際的場景也不一樣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樣子好了 一個病人做四張心電圖 他是四張心電圖 都要很像心肌梗塞 你才要做事 還是 四張心電圖有一張心電圖很像心肌梗塞 我就要做事了 如果 你可以把它想成75%像四張 和一張百分之百像 然後三張百分之百不像 如果是MAX的話 後面那個情境就會選到百分之百 前面那個情境就是75對不對 但如果是MAX的話 前面那是75後面那是25 重要性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所以情境不太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的決策點不太一樣 好 來捲積核的生物意義 我們來思考一下 我們都知道 剛剛捲積核只能夠 負擔非常簡單的圖像對不對 好我現在問你一件事 如果我們要把人的臉給識別出來 臉上面會有什麼東西 鼻子眼睛嘴巴 可以接受嗎 所以如果你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有一個初級的捲積器 就是最開始的捲積器 我們第一個捲積器是辨認眼睛 第二個捲積器是辨認鼻子 第三個耳朵 第四個手掌 第五個手臂 所以你把它集合在一起 如果有一個捲積器 你發現 有一個地方 第一個捲積器 第二個捲積器 第三個捲積器 它的最相似的特徵 都在同一個格子上面 這是不是有很高的機率 這邊有臉 那如果第四個捲積器 跟第五個捲積器 在某一個地方 它同時 亮燈了 是不是代表這邊可能有手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你發現 只有眼睛跟鼻子 被highlight的耳朵沒有了 也不能說就被卡掉 因為 有的時候你照片的問題 你就照不到 你就照不到耳朵 舉來說 你就只照了這樣 這樣可以了解 所以那個AI 為什麼現在的AI 你透過捲積器 神經網路即使 你沒有很清楚的定義 人的臉就是要有眼睛嘴巴耳朵 他還是會告訴你 這是人臉 因為只要其他部分 相似度夠高就好 他後面還會再整合 這些資訊的相似度 去助你辨認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件事情很重要啊 這是為什麼深度學習 捲積神經網路 不用 不用這個影像 他百分之百 這隻貓不見得要尾巴 你看起來他也是隻貓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 不用所有的條件都背齊 只要大部分條件背齊就可以 因為以前我們如果是做 RAWBASS的運算的時候 少掉一個東西 搞不好少掉 主要說貓好了 我們就以貓來講 少掉尾巴 你可能會覺得看起來像隻貓 對不對 少掉貓的那個毛 你可能就覺得不太像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 所以 這樣子的話 你規則就很多啊 可是透過捲積器的話 這個捲積神經網路的話 是不是 他可以每一個給一個相對的權重 是不是就容易非常多 好這樣可以了解捲積器的物以一一了吧 好 接著 捲積神經網路 他本質上 是在做向量內積 對不對 對吧 那這是不是跟我們前面的 VOLY COMMUNITY LAYER非常的像 唯一的差別只在 如果今天要對X矩正 例如說我要對X矩正 進行W 捲積核的掃描 所以我要掃出四個對不對 我第一個要掃哪裡 這裡要掃對不對 這裡跟這個要內積 這裡跟這個也要內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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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內積完了之後 我是不是會產生四個數字 可以接受嗎 這是標準的 捲積 你把X丟進來 然後W 是他的kernel丟進來 這兩個內積完之後會產生O 可是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樣子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樣子 來 你先把X轉換成X' 這X'第一個 就是這四個數字 1234 1234 這樣可以嗎 那接下來這裡呢 1234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會發現X22 他出現好幾個地方 好幾個地方都是X22 可以接受嗎 沒有吧 這邊9個這邊16個 一定會有地方變多 那 你把W如果要整合成這個樣子 這樣這兩個相成 是不是就這個乘以這個 這個乘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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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乘完之後 你是不是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個東西 你再把它reshape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說 本質上 捲積 它其實是可以 視為 先reshape 完了以後 Foly Connected 再reshape 回來 可以接受嗎 捲機 捲 convolutional layer 跟Foly Connected layer 它本質上 其實只差在reshape 這個操作而已 可以嗎 但reshape 本身 其實並沒有 reshape 本身 本質上並沒有 去影響我們的數學 我們 我們只是 我們只是對這個矩陣 來做微分而已 這樣可以嗎 我們對這個矩陣做微分 答案就一樣了 好 不過有一點點小小的不一樣在 如果你對這個矩陣做微分的話 裡面 X22 是不是有四個 所以你在傳導梯度到這裡的時候 這邊就有四倍 因為你這邊有四個啊 這個梯度跟這個梯度 跟這個梯度跟這個梯度 到這裡的時候要四個加起來 因為你是這個東西擴展成這四個 所以這四個的梯度在往回傳的時候 一樣 這邊就要四次 這樣可以理解我在說什麼 好 不能理解不會怎麼樣 反正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 遇到重複人數就會加起來 他本質上還是 Foly Committed 捲擊核 捲擊神經網路 他本質上是Foly Committed 只是加了一個reshape而已 所以他的導含數並不複雜 他的導含數並不複雜 這樣可以接受嗎 接著我們再來看Pooling Layer Pooling Layer怎麼做的 來你看 這邊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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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Pooling 同樣 X22是不是被用了四次 可以接受嗎 就像說我們現在要Pooling X22被用很四次 所以Gradient X22就必須被加四次 這樣可以接受嗎 為什麼要除以4 因為這個Min這邊有除以4 所以所有的梯度都要除以4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但是這裡這個梯度就會特別大 那如果是用Max呢 Max都比較特別啦 Max要看你選到哪裡 以這個Example來講 X2-1 他被選了兩次 所以他有兩個梯度 這個的梯度跟這個的梯度 要傳回去給他 剩下的地方都是0 這個梯度是來自於他 這個梯度是來自於他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這邊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我們都可以用MXNet MXNet可以自己幫我解為分嗎 對不對 所以這邊我們只要看看就好了 我們只要大概了解說 我這邊想要表達最重要的觀念是 卷積 神經網路的卷積盒 就是卷積層 他本質上跟4D Connected 是完全一樣的 完全一樣 你們不要覺得這是一個很高科技的東西 他就是完全一樣 只是一個reshape而已 reshape 你們會覺得程式很難寫嗎 不會嘛對不對 你覺得這東西很好理解嗎 而且沒有什麼數學技術在裡面 好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入到我們今天的第三個小節 我們要來實現卷積神經網路 等一下你一定要做這件事喔 等一下你一定要 把檔案寫出來 training跟test都寫出來 把這個迭代器寫出來 然後跟著我們訓練出 你人生第一個卷積神經網路 這邊應該沒有人曾經訓練過卷積神經網路 啊 有球球訓練過對不對 好對 好 大部分對大部分人來講 這是人生第一個神經網路 好 卷積神經網路 你先複製這一大串 這一大串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就直接複製就好 好 好 記住啊 這邊等一下CPU可以改GPU 會比較快一點 不過 同學那麼多 你們全部人只能共用一張GPU 你們一開始可以先試試看你們用不用得了GPU 如果GPU的資源被同學佔滿了 他就會告訴你 Out of memory 你就只能夠改CPU了 這樣可以了解嗎 等一下 我們應該會有些同學手腳比較慢 就只能夠用CPU了 好 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這個神經網路 來 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神經網路叫 LE.NET 為什麼要叫LE.NET 因為發展出這個等級神經網路的人 叫做YoungLacute 有沒有人對這個名字有印象 沒有人 球球你對這個名字有印象嗎 講一些他的豐功偉業好了 忘記了 有沒有人有印象啊 他這樣子我會覺得我上課上的非常的這個 就是 完全沒有 不然點一下蘇智森好了 來來來蘇智森 沒有印象 有感覺有上過 那第幾課有上過有沒有印象 那你告訴我他是誰 他做了什麼事 那你告訴我他是誰 除了我這邊寫的 他發展第一個選級神經網路以外 或拿過什麼獎 你現在是隨便喊就喊圖靈是不是 這節課上過太多拿圖靈獎的人 但是他拿過 他真的拿過 有回答 有回答 來旁邊的 你還是不是知道他做了什麼 我在第二課的時候講過他 不要偷查啦 修修 我在第二課的時候講過他 我在第二課的時候 你們還有沒有印象 這個 我跟你們講 來我跟你們看一下 來 我是不是講過他 我那個時候只有說他很有名對不對 這樣你們知道他有名在哪裡了吧 這樣可以 他絕對不是因為發表這個common有名的 是因為他很有名的 所以他發表這個common 大家會看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發展出來的 這個神經網路 我們仔細看喔 我們先看mxnet的code data進來 data就是那個 28x28的 圖片 就是那個8那個數字 那個矩陣 對不對 然後接著 經過一個 convolution layer 這個convolution layer就是吃這個data 進來 然後kernel size 就是你的卷積核 是5x5的卷積核 然後 有10個這樣的卷積核 所以 本來一張圖是 28x28x1 黑白圖這裡是x1 彩色圖這裡是x3 蛤 沒有x2的啊 要嘛x3就是 RGB啊 red green blue啊 這樣可以嗎 那x1就是黑白圖啦 好 經過一個5x5x1 這是input size 他就需要25個參數對不對 然後10個卷積核 經過這個掃描之後 他是不是會產生10張特整圖 可以接受嗎 那 你在卷積的過程中 我們仔細看一下 3x3經過2x2卷積是不是會變2x2 圖會縮小喔 注意圖會縮小喔 合理吧 4x4經過2x2卷積會變幾乘幾 3x3 可以接受嗎 28x28 被5x5卷積會變多少 24x24 這樣可以吧 所以 經過這個運算之後 他會變24x24x10 因為有10個卷積核 所以有10張特整圖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這10張特整圖 一張特整圖可能是在講鼻子在哪 一張特整圖講嘴巴在哪 一張特整圖講眼睛在哪 一張特整圖找手臂 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 先進行Radio 先進行Radio 你一定要飛線轉 因為卷積本身就是一個 先進行運算 對不對 所以鐵定是要經過飛線運轉換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飛線運轉換完了之後 Pooling Pooling就是 22x22x10 再經過2x2的實化器處理 變成12x12x10 這個目標是因為想要讓東西變少 這樣可以嗎 把資訊集中 接著再經過一個卷積 這個卷積 Color Size還是5x5 Filter是20 但是你要注意哦 這個 5x5的卷積核 注意這裡是乘以10再乘以20哦 因為這裡的每一個卷積核 同時都要看前面的10張特整圖 所以這裡的總參數量是5x5x10x20哦 記住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後面 會講到幾次 常常大部分學生 學不好神經網路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他搞不清楚 這樣疊下來 到這裡 他的 Prometer Size是多少 他目前的Shape是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你就寫不下去 那韓式就有問題 大部分學生出問題都會在這裡 或者是 給了一個 隨意的這邊設了一個300 這邊設了一個300 out of memory 記憶體不夠大 你不知道 這樣子 隨便設兩個數字代價什麼 這樣可以了解嗎 你們應該 從這個code裡面 就是你們已經學過mxnet了 你們應該可以感受出來 他並不是那麼簡單 對不對 他跟上學期我們用的所有的函數都不太一樣 對不對 你必須 腦子裡面對 他的 模型的Prediction Function 有足夠深刻的了解 你才要寫得出來 否則寫得出來 所以 我現在告訴你們 你們本來是12x12x10 經過20個5x5的轉機合 這邊並沒有講說Input Size是10 這邊沒有這個參數 但是你自己應該知道 他就會產生 5x5x10x20的參數 變成8x8x20 12被5掃 變8 這樣可以嗎 蛤 10張被這個吃掉啦 每一張我都要看啊 前面的 我現在要看眼睛鼻子嘴巴 是不是全部 後面的捲機盒每一個都要看 掃完就全部用完啦 你10張或20張圖 內積完了之後 不是還是只剩一個數字嗎 所以這邊就被修掉了 這邊修掉了以後 接著就乘以2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因為20個轉機合 所以8x8x20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 好 那我們繼續 來看這個 20 接下來REDU就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REDU就只是 肥心圓轉換嘛 對不對 接著再來 再磁化 變4x4x20 所以4x4x20現在剩下幾個 特徵啊 320 可以嗎 來接著眼睛 你已經給2層4層精細胞了 接著你可以構建你的大腦 大腦怎麼構建 壓平之後做Foly kinetic的啊 Foly kinetic來 20個隱藏層輸出150 150 接下來輸出10 這樣就可以Softmax了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來所以 這一大串 你要充分了解 他的Architecture到底長什麼樣子哦 記住我講話充分了解 否則你以後一定刻不出來 你應該已經感受到了 我這邊只要隨便一個東西出錯 數字Key錯還什麼的 這個函數都不成立啦 因為Shape錯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training training training的時候這邊 GPU或CPU你們自己改 好 training training完了之後你可以預測 預測完了之後練習1 我希望大家練習1 一定要花時間看這個code 你可以用貼的 但是你一定要看 因為你看這個code 直接跟 他跟前面我講的這一大串 非常有關係 你一定要非常了解 他的每一層的shape 到底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不了解的話 以後你刻出來 以後你這邊只要隨便一個餐處錯了 我這邊隨便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現在到RADIO2的時候 明明他的特徵圖就是23x23的大小 結果你給他2x2的核 步數是2x2 這就是ERROR 你這邊只要把Kernol size 成5x4 把5x4 本來12x12就會變9x9 9x9就不能用2x2的pulling size去掃 你們了解我在說什麼嗎 他可能就要用3x3的 所以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把螢幕還給你 然後大家看看 誰先搶到 誰先用GPU 好不好 好 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Train你玩這個model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model的accuracy 非常的高 準確度有98% 因為這個問題很簡單 手寫數字嘛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data我們之後會 之後好多傑克都會用他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比較小的data 比較好用 好 然後 重現推理過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data裡面總共只有1 1層2層3層4層 總共只有4層的網路喔 然後接著下面這裡請你 先預測 你直接用0 你直接預測出來這個predition 你直接預測出來的這個preds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你預測出來的機率 他幾乎百分之百都是0對不對 剩下的數字都很小 幾乎不會是1幾乎不會是2 一之類推下去 一層一層看喔 input data size 我要叫你們貼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是這樣貼的 仔細看一下為什麼要貼 貼過來以後 首先 input input input等於 dim 是 input dim 是 28x28x1x1 然後這裡有 24x24x10 這是他的output 他output應該長成24x24x10 這裡捲機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個捲機都是我現在 找到一個size 找到一個這個 這五個數字 跟這五個數字 直接相乘 相乘完了之後 再加上BIOS 最後等於這個結果 然後我們把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最終的結果了 很多複數對不對 relu relu就是小於0的地方等於0 接著pooling pooling完了之後 看他的dimension 12x12x10 這樣可以嗎 我叫你們一個一個貼 是希望你們非常了解 每一個dimension 他到底 長成什麼樣子 output是8x8x20 剛剛 你說那個weight 那個weight的dimension 你這樣dimension 就可以看到了嗎 5x5x10x20 pooling完了以後 欸不是 comolution完了以後 他的size就變8x8x20 所以這個過程是一定要run過的 這過程不是這樣子 直接貼過去你就會了解 直接貼過去你就會了解 到後面的課程 你就會越來越看不懂 你在幹嘛 對不對 你就會發現 這個model art teacher 寫的 好複雜 一下子往下 為什麼不能跑 你剛剛我已經有跟你們講過 那個4x5 5x4他就做不了了對不對 因為 你必須非常清楚 你的model 現在 data的output 長成什麼樣子 data input 必須是什麼樣子 好接著 全部 接著在pooling pooling完了以後 把他 壓平 壓平完剩下多少個數字 剩下320個數字 4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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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兩個數字完全一樣 這兩個數字完全一樣 運算出來的結果 分毫不差 這樣可以接錯嗎 好 所以 我跟大家講 我剛剛看這個 大家這個 練習的狀況也不是非常好 這邊真的是很嚴肅 大家要回去 如果說 就是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完全理解這裡 你 你 你一定要有耐心 一行行貼 一行行看 然後去感受一下他到底在做什麼 你時間花下去 這個時間是一定要花的 因為你如果不花的話 你發 你以後會發現你的actitude 你寫不出來 因為你沒有辦法理解 現在到了這一層的時候 他的形狀長什麼樣子 然後以後疊了一個 十層深的網路 最後這樣子一弄下去 他直接跑error 你就不知道哪裡error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現在應該感覺出來了 你要training一個深度神經網路 動不動就是200行的程式 對不對 而且你要在跑的時候 他才會跳error跟你看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都可以沒有問題 這都不是問題 你要先 你要怎麼樣去嘗試都可以 但他的結構要是對的 Performance可能會有差 但至少你要先跑得起來再說 好不好 下一節課我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樣的結構比較好 現在我都會跟你講都可以 下一節課我會告訴你 別人已經做過很多實驗 這個每一個layer應該要怎麼堆疊會比較好 好今天 我要講的第二個part 今天總共就兩個part 第二個part非常重要 前面那個part 只是告訴你卷移神經網路的基本運作原理 這個part會告訴你 如果你手上有一堆貓貓狗狗的照片 你要怎麼training 同樣的貓貓狗狗你可以自己把它換成 假如說男生跟女生的照片 那就可以training了 好 2027年的時候 Stanford大學的李菲菲 李菲菲這個名字你們有聽過嗎 沒有 沒關係他很厲害 你們只要知道是個厲害的人就好了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會給 會給照片的人沒有那麼多 不要笑嘛對不對 會給照片的人沒有那麼多 畢竟做我做上課講義的時候 要找他的照片也是 這個也是對我來講也是多個工啊 所以李菲菲是個厲害的人 他創建了ImageNet ImageNet在幹什麼呢 他收集了一百萬張圖片 每一張圖片都告訴你說這是一隻太狄熊 這是一隻大白殺 以此類推 而且他open 所以大家可以用那樣的data 來training一個自己的model 既然他open了 所以based on他training出來的model 有很多也都open 至於每一個model他是怎麼training出來的 這個我們現在先不管 我們下一節課會好好的帶你看一下 每個model 這model的演化史 好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來 這裡 你點進來 這裡有一堆model 你現在知道什麼叫resnet嗎 resnet有人知道嗎 我上一節課才教過耶 我上一節課教這篇paper 我不是教了很久嗎 你們記得這篇paper的名字嗎 不然我們問一下好了 來說是班的 這篇paper被引用了幾次啊 兩萬 二十萬 就是二十萬那篇好不好 可以嗎 這邊有好多他的model 同時你要下載primeter 跟 你要下載這個primeter 跟同時下載這個哦 這個要另存新檔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完了之後 請你把它 丟到 你的資料夾 然後 仔細看哦 仔細看我做什麼哦 仔細看我做什麼哦 注意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 Lesson6的model這個資料夾裡面 是不是有擺resnet 兩個resnet 對不對 請你把它讀進來 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 這個東西也要下載哦 這個這個也要下載哦 這個檔案也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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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亂碼沒有關係 你把它放在同個資料夾裡面 這是什麼咧 這就告訴你 等一下一千個分類 第一個分類什麼 第二個分類什麼 第三個分類什麼 一十類推下去 接著請你做一件事情 請你上網隨便下載一張照片 不要用我的照片哦 上網隨便下載 最好是在這個範圍內有的 因為這是一個一千分類的模型 你如果給他一支snoopy 他大概是分不出來 好不好 這是一個一千分類的模型 你現在隨便找一個好久 他說 薩克斯館 薩克斯館是什麼東西 這一定是一個奇怪的翻譯 可能就薩克斯風吧 把他下載下來 讀檔進去 看一下他預測的準不準 好 我這邊有一張圖片 這是一隻鯊魚 好我把他放在lesson6裡面 好這是一隻鯊魚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預測的準不準 直接附貼上哦 檔名記得改哦 你上傳檔案上去之後 檔名記得改哦 預測 看到了吧 他說99.7的機會是大白鯊 這個Model厲害吧 嘗試一下好不好 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上網找一張圖 最好在這個範圍內 十分鐘好了啦 我希望大家都要預測出來 他每種只要一張圖片 他每種都只要一張圖片 每種二千張圖片訓練 總共一千雷說一百萬張 好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剛剛那個模型 他 這個效果還不錯 雖然有人一直把它釋出 他能力不好 但我想大部分人體驗出來的感覺是 這個模型還可以 對 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 呃 這個 你們現在因為都體驗過 TradeGPT 所以你們會覺得這個模型沒有什麼了不起 兩年前上課沒有TradeGPT的時候 大部分人應該都會覺得這個模型很了不起 好不好 就是雖然現在你會覺得他只能夠一千雷太弱了吧 對不對 現在TradeGPT你隨便上傳一張圖片 問他說這是什麼 他也可以跟你打一段串刺欸 對不對 好 但是我想 我不知道 你們應該還是覺得這個模型是了不起的 至少以你們現在拿的舉 你們是搞不出來 對不對 好 我們先同意這件事啦 好不好 那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講喔 這一隻模型他已經很厲害了 對不對 我們 然後他 的那個參數 他一個模型裡面是不是有包括他的architecture 跟他的參數 這樣才是形成人工智慧的這個一個條件 對不對 人工智慧就是有模型 然後也要有預測 也要有parameter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這個parameter既然已經非常好 如果我們現在要重新訓練一個model 我們就假設直接用他architecture好了 你們覺得 隨機初始化 權重比較好 還是直接使用他的那個權重比較好 你們有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我們在之前training 神經網路的時候 最開始的時候是不是要隨機初始化權重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還不能全部都套零耶 對不對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試過嘛對不對 要隨機化 剛開始對不對 然後 今天你發現 這一個model 他能力還不錯 所以你可不可以不要使用隨機初始化的權重 來training 你可不可以直接使用他的權重 繼續 這樣至少你based like 可能就擁有了剛剛那個模型的能力 你只要這樣你的data做fine tuning就好了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東西叫轉移特徵學習 如果你使用了之前model的權重 這個東西叫轉移特徵學習 深度學習領域的三大問題 過度擬核 T度消失 全中初始化問題 T度消失解決了 過度擬核 我們好多工具可以解決 權重初始化解決的方案 就是轉移特徵學習 先如果你今天手上有一個比較小的dataset 當然不可能有人先用那個dataset training過data 對不對 你可以先在一個比較大的dataset裡面 training 得到一組權重 之後再用這組權重放在 你的小data裡面 做retrain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目標是 判斷有COVID-19的病人 有COVID-19的X光 跟不是COVID-19的胸鬼X光 然後你的 pretraining pretraining 就是你一開始用的這個東西 是剛剛那個模型 你們覺得合理嗎 還是隨機隨機 隨機出始化比較好 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你覺得用 那個transfer learning 比較好 為什麼 站在巨人肩膀上 站在巨人肩膀上 好我來給大家一個比喻好了 一定就是 一定是用前面的權重比較好 你們想想看 我們這邊醫學系的學院很多嘛 對不對 你們覺得直接把一個小嬰兒抓來 開始training他當做一個醫師比較容易 還是至少先把高中唸完 再來training比較容易 一定先把高中唸完嘛 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所以 但是你高中以前學的知識跟以後差很多嘛 對不對 一年級的可能還沒有感覺啦 好不好 這邊有沒有高年級 唉唷那邊有個四年級過 那邊過了對不對 應該是根本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話講不下去了 但你應該同意 那些 看起來高中以前沒有用的training 應該還是會讓你站的比小嬰兒高一點 有啦對不對 至少這 雖然說有點浪費時間 但是 站的比小嬰兒高 這點你的話總是講不下去了嘛 對不對 好所以說隨機出死話 一定是不可能有transporting來的好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現在整個 你要training model流程應該是這樣子喔 首先你要先找一個pre-training model 這個pre-training model 以我們醫學院能夠接觸到dataset來講 不可能你拿到一個超過100萬dataset的 100萬image的dataset 你很難啦 這邊大部分人應該都沒有條件拿到100萬以上的level 所以說 ImageNet的pre-training model 對你們來講已經是 一個很大型資料集 pre-training 之後的結果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流程都是直接抄他的模型 用他的architecture 用他的 全眾當作初始化 繼續training我們的model 這叫轉移特徵學習 有轉移特徵學習跟沒有轉移特徵學習 他的performance大概 這個training的意思是 training size 的意思 他performance一定都會比較好 為什麼會比較好咧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他的前面幾個卷積盒把它抓出來 你會發現 他的卷積盒的高階特徵 他其實就在看一些特定的東西了 你會覺得這是無序的嗎 他在做無序的亂看嗎 其實不會哦 他其實看起來已經在看 抓某些特徵 這是他前面 第一層的卷積盒在看的東西 他可能在看某些影像特徵哦 當然有幾個你看不出他在看什麼 但是有幾個你應該看得出 他似乎有在看某些東西吧 對不對 所以至少前面幾層 他基本上是可以共用的 因為前面幾層他在抓的特徵還是非常簡單 他抓的一定是那些 就是什麼 剛剛你看貓的那個四層精圓 初級四層精圓 他在抓的東西一定就是什麼 左上到右下斜線啊 啊什麼圓球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們這樣看到了嗎 他抓的東西其實 其實是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所以前面幾層一定是可以共用的 這樣懂嗎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具體操作 請你到這裡再次下載一下資料 下載完了以後 下載完之後你會得到一個壓縮檔 壓縮檔直接上傳 直接上傳哦 直接上傳完了之後你會得到了一個 Dog vs Cat 資料夾 裡面會有很多張影像 你要上傳Server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直接上傳一個資料夾的話 請你把它先在外面壓縮成ZIP檔 ZIP檔上傳上來會直接解壓縮 變成一個folder的形式 這樣可以懂我意思吧 好 我們現在先來做一些嘗試了好不好 來我們先把這個 Dog vs Cat 的這個檔 Dog vs Cat 的這一個是Lesson 6 Dog vs Cat 好你要先把它每一張圖 都resize 成24x24 你才能夠用剛剛那個model 注意哦 我們的model 它是不能吃任意size的 因為它是個數學凡數嘛 對不對 前面我們看過了對不對 所以它的image size的input是固定的哦 所以它一定要把它resize成固定的大小才能夠使用 24x24這樣可以嗎 請你先 跑這一大串程式嘛 讓它這樣會 跑完之後會出現一個 那個proceed 這些data就是你每一張 那個已經處理完的圖 啊我當然我跑之前就已經處理過了 好 我們先讓大家 到這一步好不好 至少要開始跑 我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上課時間有限 五分鐘的時間 你沒有辦法讓它開始跑 那我們就只能夠繼續上課了 好我們來 如果我們已經處理完了 你應該可以直接貼這個iterator 注意哦你在貼這個iterator的時候這個 data 那個就是它的那個 路徑你要把它設好哦 跟剛剛前面的一樣哦 好source出來了以後 你要確定你的 你的那個你的這個語法貼了有沒有問題 就是你要執行這行 你要執行這裡 好沒有問題看狗的照片會不會出來 好顯示第一張圖 好啦我們把它清空再秀一次好啦 好這隻隻貓 110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隻隻貓哦 好 然後優化 優化器 好接著 這邊要仔細聽哦 接著我們要寫我們的architecture了 我剛剛說我們要直接抄resnet的architecture 對不對 所以請你先直接把model讀進來 讀進來了以後 這裡很重要哦 仔細看這裡哦 這是我們剛剛的model 這是我們剛剛的model 我們直接按print的話裡面會有一堆東西看不完啊 我現在平常不要隨便print這個model哦 我只是print給你看而已哦 這裡面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參數 一個是這個symptom 這個symptom其實就是architecture的意思 請在這個symptom裡面用get internal 你可以得到這個all layers all layers output 你可以看到他總共其實有 400多個函數組合在一起 其中 flatten output flatten zero output 這是他的最後一層 到了這一層為止 他可能剩下1024個參數 然後接著他就要做folic connecting 然後做1000分類的softmax 所以我們要把這一層拿出來 我們要把這一層拿出來 然後把它改成我們的folic connecting 應該只有兩個 應該只有兩個 類別對不對 只有貓跟狗 如果你的類別是三類別這邊要改三哦 這樣可以嗎 兩類別 softmax出去 label mlog loss 當loss function 這件事很重要哦 好然後這一段也很重要哦 這一段是在做權重初始化 我先隨機產生一組權重 然後接著把resnet resmodel裡面的權重參數給他填進去 這一大串也要 也要貼上哦 啊你可以試著不填啊 你沒有這一段的話就是 你直接抄他的architecture 但是你不填 權重啊 對不對 好來 接著就可以training了 我跟大家講哦 注意哦 這裡的training你要用底層執行器哦 好我是什麼東西露了露貼了 好這裡我露貼了 好這樣我可以動了 好接著就可以training了 因為我給你的圖片只有 一百張貓跟一百張狗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training的過程其實很快 不過你有注意到啊 loss他loss降 他loss有在降對不對 可是降的並不是非常的這個 就是非常的穩定 但總體而言是有在降的啦 我這邊training了幾代啊 我來看一下 20代 好我們就等20代過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好 training完了 training完了我們拿10張 這樣子我們可以得到一個model Dogcatmodel 接著我們要直接predict了 好這邊我們把它改Lesson6 這個路徑你要自己改哦 好 你仔細看這個model 貓的數字是不是都比較大 狗的數字 是不是比較小 可是這張他看不出來 這張他也看不出來對不對 他犯錯了對不對 80%的準確度 我不知道你覺得這個準不準啊 但如果一百張一百張的話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 training技術的處理 大概極限就這個樣子 不過如果 有一些 就是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現在我只跟大家講整個流程 實際上training的技術 我在下一節我會講的非常深 但是程式上你們大概是很難實現的 你們只要知道整個流程就好了 然後知道那個model的具體細節是什麼 至於你想要真的training出一個很準的model 你們現在的水準就是初學者嘛 對不對 你們大概 可能花 這節課是沒有辦法帶你們 好好的去 增進你們的training能力 那個增進training能力的那個課 是在研究所開的 不過我覺得大人生 或者是 一般的這個就是 如果你不是特別想走這條路的話 你其實並不需要真正去精進自己的training技術 你只要講了 你給他了解個大概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所以大概 這兩張圖 這張圖看不出來合理吧 他轉過去了耶 對不對 雖然你透過一些細節 你還是看得出來他是這隻狗 但是因為你很聰明 對不對 這張圖看起來像貓嗎 不太像 可是至少比其他隻狗像貓 這樣可以吧 好 好你要做練習了 練習了就是 我希望你 不要 轉移特徵學習 就是 你不要貼這一段 好你們坐在旁邊的同學 注意哦 一個人 有貼這一段 一個人沒有貼這一段 你主要是這幾行啊 有跟沒有 這樣懂我意思嗎 沒有的就是 我沒有把resnet的model 的參數填進去 有的就是有 有的就是用了轉移特徵學習 沒有就是沒有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 預測出來準確度怎麼樣 好 那你可以你可以直接貼答案什麼的 我都沒有意見 好不好重點是 我希望大家用15到20分鐘的時間 我們50分的時候檢討 我希望大家可以 大致上就是把這整個東西run一遍 你要知道轉移特徵 你要知道我們在操別人的model 然後我們用轉移特徵學習 好不好 好那就這個樣子 好那 這個練習二的部分 我就不帶大家演示了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 試著就是回去 就是 你如果願意學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非常好啦 或者說 反正碩士班的 碩士班的反正 都有其他 都有別的課可以上 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上 就代表我沒有很想學 阿如果這大學生的話 我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們二升三的時候 二升三在暑假 或有人工智慧實作工作方 到時候 即使你到時候你的同學 即使沒有相關基礎 到時候還是可以親手training出一個model 而且會可以寫一個網站 只是說 就是那個寫一個網站 就是讓你 讓他可以上傳圖片 然後告訴你這是什麼 這樣子 只是說那個 就是 呃 但你如果因為你學了這些東西 你上手會比較容易啦 這樣子 阿不過一樣喔 那個東西搞出來的準確度 一樣沒有很高喔 因為沒有扎實的訓練嘛 這樣子 好 那所以基本上就這個樣子了 好 我們來summarize 一下今天上課內容 我今天比較早下課 這個 今天 我們學了卷積神經網路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平易不變性 什麼叫平易不變性呢 這隻貓咪出現在圖片的哪裡 他都是隻貓 這件事需要卷積盒來實現 如果我們還是用Fully Connected的話 變相1跟變相2 永遠就是不一樣的東西嘛 對不對 他沒有卷積的這個結構 CNN模仿了視覺系統 所以說 他就非常適合拿來處理影像 直到最近出現大圓模型 大力出起擊 對不對 現在什麼都不要管啦 全部都丟給大圓模型就可以了 不過大圓模型為什麼那麼厲害 這個 後面我們到第15課的時候 我們才會講 好不好 那 可是我跟你講喔 CNN也沒有說很爛喔 因為大圓模型動不動 什麼 GPTT 4 GPT4有多少參數 你知道嗎 GPT4有 1750 billion個參數喔 這個數字非常非常誇張啊 這相當於一兆多 這個一兆多個參數嘛對不對 你想要運行GPT4 你可能需要100張GPT4 顯卡 你們知道一張顯卡多少錢嗎 上網Google一下 一張顯卡多少錢 最便宜可能也要兩三萬美金啊 好不好 100張顯卡同時做 你才有辦法讓GPT4運轉起來 好 所以說 這個 啊 CNN呢 你看你們剛剛用CPU都可以Run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差蠻多的 大圓模型基本上 如果沒有到達那麼大的話 假如說 GPT3.5 你們會覺得GPT3.5 跟GPT4有沒有顯著的落差 Performance的落差 覺得有 那我告訴你 GPT3.5 他的Parameter參數是幾個啊 我記得是100萬吧 3.5 Parameter Size 抱歉 3.5是這個 3.5是175 3.5是175 GPT4是1000 所以他其實也不小 對不對 但你們有沒有看到Performance下降那麼多 這個也不是你一般人用得起的 這個也不是一般人搞得起的 目前比較主流的模型 有Open的 2 最大Size也才70B 這一定是最大的哦 一個70B的Size 在 半斤度的預測之下 他有130GB的顯卡 130GB的顯卡 現在最貴的NVIDIA H100 一張卡 4萬美金 700W 700W是他的用電啊 然後這張 700W卡 也才 80GB而已 好這樣知道 你想要搞一個大元模型 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CNN還是有他的好處 而且大元模型還不是 你想要你有錢你想搞就可以搞 他還有dataset 到地 反正到時候我們會再仔細介紹了好不好 所以CNN還是很值得學的 我個人認為一件事情 在醫學領域上面 未來十年內 我個人覺得CNN當然會越來越 越來越漸漸的這個就是 用的越來越少 因為大元模型能夠取代的部分 可能就會被大元模型取代 可是我我個人認為其實在十年之後 仍然會有超過一半的服務 是用CNN做出來的 超過一半喔 可能focus在哪裡 focus在那些小 data就是多不起來的地方 focus在那些運算資源就是沒有辦法那麼多的地方 舉例來說你帶著一個穿戴式裝置就要隨時運算 你告訴我說那個穿戴式裝置上面跑得起大元模型 我就覺得很神奇 對不對 光那個電池就要多大顆啊 你是要用 你是要你如果跟我講說 特斯拉的車 上面有個大元模型在handle 這個我們大概相信 電池夠多嗎 對不對 那你們帶在身上的電池是要多大顆 才可以運行 那我就是不太相信了 好 所以說CNN是很好的一個模型 那另外就是 三大經典問題 過渡女盒踢路下圈重宿主要問題 大致都知道如何應對 這是你們今天到目前為止學習到的內容 然後 我們有一定的基礎能力編寫程式 最後這個東西 這是你們首次面對真實世界的資料 如果你真心想要學的話 回去把貓跟狗換掉 不要用貓跟狗 隨便上網抓個 50張 50張什麼 50張 什麼某個的影像 另外50張什麼的影像 上來train train 對不對 你們有一個學 有一個學長姐 這個 就是做了一個蠻好的任務 我覺得不錯 他們當初在那個 大二做那個工作方的時候 他就去拗學弟 叫每個學弟 每個學弟這個提供兩張照片 就是一個笑臉的照片 跟一個那個 upset的照片 這樣子 還有一個angry的照片 總共三張照片 他好像拗了100個學弟吧 然後就產生一個 臉部表情的一個dataset這樣 你是被拗過是不是啊王師傅 你是 我覺得 依照那個 我不能講那個學長是誰啦 好不好 但是按照那個學長 年齡跟你的差距 那個學長剛畢業沒多久啊 應該是有機會拗到你的 你有聽過 你有聽過你的學長抱怨他被拗了是不是 好 那 那反正就做了嘛 對不對 做出來我覺得蠻好玩的啊 就是 最後就做了一個分類器啊 上傳了以後 就這個 就這個 就可以知道你現在的表情這樣子 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可以自己發揮啦 好不好 不一定要拗學弟 啊或者一年級沒有學弟可以拗 欸沒有學弟可以拗 可以拗一眼影的那些人 反正他也沒事幹嘛 對不對 那個高中生來了 晚上也不知道要幹嘛 對不對 跟他講說 欸你們可以貢獻一下啊 對不對 好啦開玩笑的 那個大家可以自己嘗試一下啦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啦